我们学习一切佛法的总的一个开头 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方法 还有一切佛法正确的起步 从诸行无常开始 从诸行无常开始 后面的所有的政治证件 都在这个上面建立起来 包括后面的有漏皆苦 还有所有的大乘佛教的这个思想 全部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这里出发 我们把这个诸行无常的细无常 要串席明白了 那么一切佛法的政治证件 都能够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开始 一点都没有偏离 我们学习佛法就得从这里开始 诸行无常开始 把这四个字理解透了 后面的有漏皆苦 涅槃基金 诸法物 我都能够迎论而解 虽然你们学佛呢 也从这里把这个弄明白 但是很多人学佛 学了很多年 这个都搞不明白 诸行无常 喘息的不够 或者是懂了一点点 他讲无常 他们理解的无常 就是生死无常 这些人学佛的诸行 我都能够迎论而解 这些人学佛的诸行 我都能够迎论而解